善命子,不生命好 生命天使与丽童享受付出 珍爱生命 宁静的真意 快乐不是我们的归宿 痛苦也不是我们的归宿 只有内心的平静 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 而快乐和痛苦都从执着生起 所以你必须放下自己的喜欢和不喜欢 以及痛苦与快乐 什么是真正的宁静 有一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 有一个绘画比赛的主题 是最宁静的画 许多画家都来尝试 期望获得高额的奖金 当评审看完所有画作之后 决定从两幅画中 选出一幅优胜作品 第一幅画是一个平静的湖 湖面如镜 倒映出四周的群衫 上面还点缀着如续的白云 大凡看到此画的人 都会同意它是描绘平静的图画 另一幅画也有山 但都是些险峻崎岖的山 山的上头是一片阴暗的天空 感觉即将下雨 山谷则飞溅一道湍急的瀑布 这些景色看起来一点都不平静 但当人们靠近一看时 发现瀑布后面的树虫中 有一个鸟巫 在那奔蟹而下的水花旁 小鸟只是闭着眼睛 安稳地坐在它的巢里 评审们经过审慎考虑后 一致选择了后者 因为平静并不等于一个 完全没有危险和嘈杂的地方 能在纷乱之中 保持安定与平静 这才是真正的宁静 感谢观看 如实了解事物的真相 放下对一切外缘的执着 并以一颗不执着的心 作为自己的依归 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就可以在繁忙的生活中 保持一个安稳的心 不受外界影响 生命吉祥处 什么样的行为 可以立刻得到安乐 并累积福德呢 法剧经提出十八件善行 是我们必须要实践的 若不从天人希望求侥幸 亦不倒慈神 是为最吉祥 悠闻败 并贤则则贼 常先为福德 赤身从真正 是为最吉祥 去恶从旧散 必就知自洁 不淫于女色 视为最吉祥 多文如戒行 法律精进学 修以无所争 视为最吉祥 居孝侍父母 至家养妻子 不为空之行 视为最吉祥 不漫不自大 知足念反复 以时送习经 视为最吉祥 所闻当一人 乐欲见沙门 每讲则听寿 视为最吉祥 持施修犯恨 常遇见贤胜 依附明智者 视为最吉祥 以信有道德 正义相无疑 欲托三恶道 视为最吉祥 等心心行不施 等心行不施 凤诸得道者 以尽诸天人 视为最吉祥 常遇离胜 于吃车会议 能习臣道见 视为最吉祥 若以气非物 能勤修道用 常适与可适 视为最吉祥 一切为天下 建立大词义 修人安众生 视为最吉祥 欲求吉祥福 当信尽于佛 欲求吉祥福 当闻法俱义 欲求吉祥福 当供养众生 借俱清净者 视为最吉祥 智者居世间 常习吉祥行 自至成会见 视为最吉祥 华兰吉祥福 总之,依教奉行使为最吉祥 勉励读者时常思维念诵 学习这十八件善行 可以帮助我们得到生命的安乐 又可以累积福德 感谢观看 小心财富 我们所赚取的财物 除了小心放在家中 也可能以存放银行 从事各项投资等方式来管理 然而即使如何谨慎 往往还是会有所损失 佛陀曾说过 我们的财产容易受到五家的影响而耗损 这五家就是 一 洪水 二 火灾 三 政府 四 盗贼 五 外家子 洪水 火灾 地震 台风等种种灾害 会让我们辛苦坚盈的家园 瞬间化为乌有 过去 个人钱财可能会被官府抢取充公 今日虽然政局稳定 但是在不景气的环境之下 大家还是会感受到税务的压力 而盗贼恨行 而盗贼恨行 我们防不胜防 至于败家子 几乎噪音于父母的纵容 溺爱 世尊的意思是说 我们赚取的财物 并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无常夜报 都会影响到我们所拥有的事物 事实上 如果过去做了善行 而且也回向菩提 虽然今生能有可能因过往业果 而物质贫乏 但在修道上 却会拥有许多助缘 这是可喜可贺的 有人会说 我有儿女 我有很多财产 我很快乐 但其实还是会有烦恼的 因为他自己 尚且不真正属于他 更何况是他的子女 或财产 拥有大量的财富 并不表示今后的生活 一定安稳无缺 如果一个人的房间里堆满了黄金 钻石 而他内心的房间 却堆满了贪婪 自私 找不到美德 找不到美德在哪里 如此吝啬对他人 奢侈对自己的心态 只会让他不断累积恶业 贫穷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穷人只不过比有情人 少了带不走的东西而已 我们必须努力赚取 带得走的东西 福德 吃着 犹太教的智者说 财富会毁灭愚笨的人 当愚笨的人求取财富时 他不但损了别人 同时也害了自己 财富会毁灭愚笨的人 功德有三类 南传佛教将世间千万种善行的功德 分为三类 布施的功德 持戒的功德 禅修的功德 自分数如下 一 布施 布施的意义在于放下和给予 还包括把功德毁向他人 与随喜他人的功德 此三类都与嫉妒千类相反 能止住烦恼并生福德 故归为一类 二 持戒 倘若布施的意义在于不害和保护 持戒则扩展至对值得尊敬者表示尊敬的功德 比如尊敬长老或该感恩之人 以及 三 传修 修止的功德包括听闻佛法 传法 以及正见的功德 它们皆为明辨智慧的基础 当一个人的心静下来时 它将看见自己心的虚假 也会看见其中的真实 它既看见调矩 散乱 有种之心的错误 就是这个心导致它烦躁受苦 也看见平静清凉之心的功德与善巧 以及当心静止时的安乐 这些功德 旨在耕植于非贪 非撑 非吃的心态下产生 如巴黎经中所说 非贪是布施的基础 非撑是戒德的基础 非吃是禅定的基础 功德能为修行者身心带来自在 无论何时 想到自己做过的善事 总会使你快乐 善业 福行 功德 是一件跟着你的尊贵宝藏 就好比影子 始终跟着你一样 即使死时 你的功德也会跟着你 为你安排一个重生的好地方 我常是来说 还给你一样 因为我忘记了 再给你一句 但是我未知 祝你学习 看到我 在乖 边 高 功德隐身世间利益 比如获得财富、美貌、成功等 功德也能带来轮回之中的善果 譬如投生善趣 因此 功德也是出世利益的祖源 功德也能带来轮回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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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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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世做乞丐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般若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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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修法都我们可以分一个叫做观修 另外一个叫做执修 任何一个修法都是这样 那么这个观修是什么样子 知修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第一个观修是首先去观察 观察了以后 然后他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这个结论 然后就直接去修 这个叫做观修 这个叫做观修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修无常的时候 修人生无常的时候 首先我们 首先我们 但